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再生活于从前从前回个国度 新时代的公主用眼泪换取宝剑来涂时间的巨龙 啊 糟糕 新时代的公主来个更温柔而坚毅的未来 差一点点 对了 今天是三年级学姐的毕业典礼 诶 学妹 诶 学姐 恭喜你们毕业了 学妹 那之后的比赛就交给你咯 好 没问题 大家好 我十五岁 我是章女人 章女就像是一辆名为蜕变的列车 全上就搬列车 每天都有新的风景等我去发现 国文课堂中 我们随东坡一路贬折 半圆装廊取近探忧 看张爱玲的华丽苍凉 听简真的阵阵成唱 跟随着诗词曲部的深情之美 穿梭带时空的惊奇中 我看见自己的无限可能 我们的英语教育部的深情之美 我们的英语教育部门开了世界 导致我们感觉到外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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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教育部的语教育部 我们从教育部的语教育部 从教育部的语教育部 小为小 我们全都充断着色彩的英语世界 公民课 我们在翻转教室里翻转思维 训练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方向 来分析同一件社会议题 历史课带我们穿梭古今 地理课带我们飞跃千里 在时间与空间交织而成的浩瀚上线中 我们寻觅着自己的坐标与星系 左右脑平衡的焦女人 在自然领域的学习也是精彩万分 化学课 用各种化学元素的组合激荡出知识的美丽火花 物理课 寻找着宇宙运行的法则 万物间的真理 地科与生物 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浩瀚与辽阔 多元与生命力 在生活科技课 最有拍摄为电影学习影音剪辑 以及学习关于机器人的理论 操作 音乐课的才艺发表 和美术课 与朋友合力完成的创意拼添肖像 更是我发现身边同学更怀绝技 开启我们更多元的视野 我在张女 学习如何透过知识的力量 自立自强 让我打开视野 让我有思辨的勇气 让我从挫折中 学习珍惜和微笑 不放弃构筑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是张女仁 我是张女仁 我喜欢在这里学习的每一天 如果你认为张女仁只会读书 那你就错咯 张女社团共四十五个 有动态性社团 也有静态性社团 每一年都有各项连展及课外比赛 和同学们一同展现一路走来的努力成果 辛苦 却也愉快 张女仁的课内课外活动都精彩 学姐们传承下来的张女精神 就是精进自我 并且团结一心 这凯旦的校园真的很漂亮 真的吗 好想去喔 差一点点 踏出校门 冒险的旅程仍在继续 公主发挥自我价值 踏上了寻找人生意义的路途 在不同领域里发光发热 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而你们的故事正要齐成 再说便宜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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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